大家好,今天要來開箱 這個是iPad Air 5代 也就是今年2022年款的iPad Air 那我選擇的顏色是星光色,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那這邊有這個撕開的標記 我們就從這邊 把它給撕開 就廢話不多說啦 直接開箱 噢,這個做得很堅韌 試開中間都不會斷 噢 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的iPad Air 那應該還有一個可以撕開的地方 這裡 從這邊再撕開 那就盡量不要翻到後面,因為有一些條碼 保持這一面面對大家 做一個開箱 好 那這就是盒子 應該是會掉下來 還不用開 有點卡住 喔,有了有了 好的 那這就是機器本體 這裡拿出來 這就是iPad 這是iPad 好,其他的東西 這是說明書 好 那附的就是一個插頭 Type-C Type-C 充電頭 這是 20W充電頭 充電頭 然後 這個是一條 C對C的線 沒了 好的 開箱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是左邊的iPad Air 2 跟右邊5代的外觀對比 正面螢幕從9.7吋 加大到10.9吋 加大1.2吋 上下邊框收窄很多 比較一下它的側面 側面的話感覺 這個Air 2 看起來比較薄 因為它旁邊有做這個 圓角的感覺 那我們看一下背面是什麼樣子 對面的話這個是 星光色 這個是金色的 星光色的感覺就是比較淡淡的 白金的感覺 上面寫iPad Air 這個鏡頭凸出來了 這個鏡頭是沒有凸出來的 應該是吸筆的地方 Apple Pencil 這邊按鈕 上面 那這個iPad Air的這個 2代的上面是沒喇叭的 所以 聲音的話基本上就是單聲到 這個聽起來其實 就是 在聽 音樂之類的 就是比較 沒那麼OK 下面 Lightning的 它現在變成這個 Type-C的 另外一面 這一面就是都沒有東西了 Air 2有做這個 耳機孔 所以像我在做直播的時候 Air 2可以拿來當這個播音樂的 可是 這個5代它沒有耳機孔的話 那這樣看起來我應該就是 不能把它拿來當作播音樂的設備 沒錯 就是這樣子 Air 588 Serial Number 應該是不能透露 這個Air 2後面有寫 生產年期是2014年 Serial Number 應該是要做個馬賽克處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iPad Air 5 的開箱 還有跟我的iPad Air 2做的對比 這個是 連接Magic Keyboard 這些鍵盤 應該是這個做連接傳輸用的 以上介紹 好那我已經先買了一個這個 美國魚骨的這個 保護殼 我們就把它裝在這個保護殼中間看看 是什麼樣子 它這個孔挖的比較大 這個是Pro也可以用的孔 應該沒買錯吧 希望不要買錯 應該是通用的 錯就GG了 順利幫它穿上衣服了 然後後面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 那這邊如果有筆的話 對這邊有筆的話就是 還有兩段式的 然後往上面就可以 把筆放到這個空間裡面 那這個美國魚骨的這個我是買 星光白 但其實 這個所謂星光白啊如果你不是像這個iPad這種的 亮亮的感覺 因為這是霧面的啦 所以 其實他說星光白 那實際拿到看起來就是 灰色啦 其實老實說如果我講的話我會覺得這個 比較像是偏向水泥灰的顏色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iPad Air 5的開箱 那最後把它放在這個 保護套裡面 那關於保護套的 影片的話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找到 這個美國魚骨的 保護套的介紹影片 我會再做一支影片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收看 大家拜拜 拜拜